半年漂亮十几次 头发依然健康水润有光泽 我是怎么做到的 今天呢就是一期护发分享 从一些我日常的洗护呢 到一些造型啊 作弊的小工具 统统都有 这些呢就是我日常在用的一些洗护产品 因为现在天气还算热吧 所以我用的还是蓬松的类型为主 那先来讲这个4号5号吧 它其实属于那种修复滋养类的洗发水 然后这个4号 只要用一点点它泡沫就超级绵密的 你别看它好像有点贵 但其实它挺耐用的 而且它味道也很好闻 4号5号一起用就是1加1大约 而且它很适合经常喜欢染头发的女生 因为它有一定的护色效果 4号用完会觉得头皮非常的清爽 然后5号可以很好的锁水和强韧头发 这个牌子我第一个入看的就是这个3号发模 因为我有一次在网上学人家冷烫头发 然后把刘海整个都烫焦掉 我就到处去找这种修复的产品 我第一次用完这个发模的时候 真的惊我一天人 因为我当时那个头发已经烫焦掉 像钢丝球一样 然后用完之后 它真的是那种枯木毁 真的像我头发变得很柔软 就是恢复了健康 后来我又深刻去研究一下 因为它里面有一个专利成分 叫做那个Biss Amino 它就是可以修复我们已经断裂掉的二流镜 然后让它重新链接起来 让那些受损坏死掉的头发 重新健康柔韧 然后虽然你们感觉我的头发一直很多 但其实我掉发真的也很严重 所以其实我是有搭配去用防脱的洗发水的 这个洗发水呢 就是它用起来也是很清爽的 然后它是可以防脱顾发 然后就强韧发丝 就是让你的头皮环境保持健康 促进那个头皮的微循环 然后减少掉发 接下来到威尼斯这一趟 首先我要说的味道我真的很喜欢 刘香就是那种木质香调很高级 然后这个洗发水就你单单用完它 你就会觉得头发已经很柔顺 它主打的就是一个 蓬松加极度柔软感 是市面上第一款主打 头发触抗老抗自由剂的一个护发系列 这个发膜我也巨爱 首先它的质地就是那种比较浓厚的 用完之后你真的会惊叹 天哪我的头发怎么会变得如此柔润有光泽 真的感觉里面所有的营养成分 精华精油全部都吃进了你的头发里 你用完就是会回购的那种 接下来这个Olea Pro 这个顺顺发膜 我也跟你们分享过很多次 因为它也是那种质地比较浓厚 比较喜欢的类型 它比较厉害呢 是因为我们经常染它过度之后 我们头发变得这么毛燥 是因为我们头发的重金属超标 它呢就可以伸入到你的发心 去吸收那些重金属 但你的重金属没有了之后呢 你头发就会变得柔软柔顺很多 好了呢 那浴室的部分就称下这个 果酸沐浴露和这个 雷拉伯沐浴露 是我常用的沐浴露 顺便讲下发油 因为我买东西很喜欢买一套 然后这个大胃的发油呢 它用完之后 头发会变得很柔软柔润 然后它是属于质地比较浓厚一点点 这下发油就是比较水润的那种 它很适合我们就是染发 然后或者是我们在做一些造型之前去用它 它的隔热锁色效果都很好 这两把呢 就是我平时用的比较多的梳子 一把呢是比较物理的 然后一把是比较高科技的 先说这一把好了 它是一个珠宗毛的气垫书 然后它这个气垫的回弹 我觉得是刚好 是比较有支撑力的 稍微偏硬一点点 然后包括它上面的这颗珠珠 上面的这些珠珠 都是比一般的那些梳子的那个珠珠要大 所以它不会刺激到头皮 按摩头皮非常的舒服 它这个梳池也比较长 有很多宗毛梳是插不到头皮的 但是这个是可以插到头皮 它这边用的全部都是珠宗毛 因为珠宗毛跟那个头发的毛铃片的结构是一样的 它可以闭合毛铃片 而且有像我们头发比较长 经常染汤过度的宝贝 一般头发就是很容易这种毛毛躁躁的啊 这个样子 然后用一般的梳子梳完之后 就会掉很多头发 但是因为这个珠宗毛 它可以把这些毛躁的头发顺下来 它可以减少掉发 而且珠宗毛呢 你从头皮这样子顺着梳下来 它可以把你自己头皮好的油脂呢 带到你的发尾 长头发的女生一定会需要一把珠宗毛的梳子 一般呢就比较科技感一点点 它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精油蛋 打开之后呢 它这个精油蛋会雾化成这种很细的雾 因为我们一般就是在涂抹精油的时候嘛 就是头发吹到八成干的时候 然后给它抹上精油 然后再给它去吹干 要不然直接去涂的话 那个精油就会有点粘住发丝 然后这个呢就完全不会 它会均匀的喷到你的每个发丝上 然后梳完头发会很有光泽 我觉得如果你着急出门 你就来不及去做头发护理 或者说来不及用你的发膜 精心的去阳护一下头发的时候 就可以用这个梳子这样子慢慢的梳 而且它这个按摩头皮的功能 真的超舒服的 就是我们女生其实要多梳头发 因为刺激你头皮的血液循环 然后你头发也会长得更好 最后这个Acus干发帽 其实我跟你们分享过很多次了 它里面的这种超细纤维 真的吸水超快 我除了在家里用以外 我平时出差啊 什么旅行都会带它 因为外面那种吹风机 那种风力都很小 而且是那种热风吹干头发 对头发损伤很多 然后这个其实小小的 你放在包包里也很方便 然后它差不多包个5到10分钟 再去吹 它可以大大减少你吹头发的时间 并不公开 并不公开 对头发布 那么容易被冒击 他们的马行